祝您的福音乐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谢神 我们可以在 寒色浅谈的这个摊源里面 和各位一同来分享 圣经的真理 如何有效地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夫妇 有点尖锐的问题 那就是金钱 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 可是不好好的处理的话 也会造成很大的冲突 那这个存私房钱是 好像很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大家在讨论的话题 可是我们想深一点 为什么要存私房钱呢 感觉上好像是 来自于不安全感 我要留一些后路 万一我们两个怎么样了 那我还好 有一些的准备 万一我想要买个什么东西 老公或是老婆不喜欢 那我就可以从我自己的 口袋里拿出来 那对方不要知道就好了 可是夫妇之中 如果少了那个安全感 失去了信任 这个就不好了 是啊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在做婚前辅导 或者跟一些年轻人 要结婚的时候 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常常感受到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还没有结婚 但是已经准备离婚了 这种这种 从人的角度来看 人无远虑必有近优 早点做点准备 以防将来万一 其实是一个蛮消极的一个做法 从动机上来看 你不能够说他完全的错 但是从组织一个家庭的角度 你们来看 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太消极 为什么要一天到晚去想说 我们这个婚姻可能会结束 为什么一直要想说 当问题发生 困难发生的时候 别人不会 我的配偶 我的最亲密的这个人 不会帮我 要我自己去面对呢 为什么说 我有一些嗜好 或者我想买一些东西 对方就一定不会让我去买 其实婚姻里面 有一个定义就是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成为一体里面 不是只是身体上的结合 或者说夫妻之间的性关系而已 那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那就表示我们的身心灵 各方面我们都是结合在一起 换句话说 我常常讲说 夫妻之间应该是完全的接纳 完全的坦白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 有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各样外在工作 或者各种处境中的挑战 人好像都要戴个面具 人前一个样 人后一个样 我们盼望家不是这样子 家是一个避风港 家是一个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 休息放松的地方 我的配偶 应该是我最信任的一个人 我不需要在他面前 有什么伪装 或者有什么顾忌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我们在财务上面 却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开呢 既然成为一体了 左口袋不会不知道 右口袋有多少钱吗 我们可能比较希望鼓励的就是说 不是说是先留后路式的这样做法 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夫妻两人坐下来好好谈 我们怎么样使用金钱 我们这个金钱的规划怎么样 我们两个人共同对钱的态度是什么 圣经里面对于我们对于金钱使用的这个原则是什么 我们学着来遵守这些 然后我们共同心手相连 不论我们顺经也好逆经也好 我们都共同来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意念 会不会我们总是用一种消极的 退缩的这种方法 为自己留后路的方法来讲 更积极 那样方法是不是让人感觉到说 更有盼望 更喜乐 而且夫妇两人可以更正面的结合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思考 因为其实金钱是一个很尖锐的指标 常常一谈到钱就很容易反目 一谈到钱这个敏感的话题呢 就两个人关系一事就很容易崩溃 所以这实在是应该要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 整个家里各方面 应该要怎么样来使用金钱 然后建立真正的信任 的确我也实在看见 钱在今天这个世代来讲 是大家追求的一个目标 也因为钱是一个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常常有的时候也测试的出来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信任度 我们接纳度 我们为对方着想 会愿意为对方付出 到底到哪一个层次 今天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因为不认识真神 所以每个人只为自己打算 就算是夫妻关系也好 我还是以我自我为中心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对金钱的使用 直接受制于你的价值观 跟你的生命观的影响 我们其实鼓励所有的夫妻 其实应该坐下来 按着圣经的原则 你旁边的这位配偶 是你所最爱的 是神所赐给你的 与你一同蒙受生命之恩 你应该要多为他打算 多为他设想 我们不是像这个世界上 只想得到我自己 基督的精神 一再告诉我们 是为对方打算 何况这个对方 还是这么亲密的 这么可爱的 神所赐的一位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不能对金钱的使用上面 用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态度来面对 今天本身来讲 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来说 透过这一个测试 我们看见我们的配偶比金钱重要 我们也一起坐下来计算一下 我们有多少收入 我们有多少支出 开源节流我们算完之后 今天不再是我的钱你的钱 而是我们的钱 那我们的钱应该怎么样运用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 我以前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悲剧 有的时候夫妇两个人 丈夫赚钱比较多 太太赚钱比较少 结果双方面的家长来的时候 丈夫因为我赚的钱多 所以我爸妈哪来的时候 住五星级的旅馆 你没有赚什么钱 你爸妈来的时候 住三星级的旅馆 夫妻之间就产生了一个隔阂 这好像是你的爸妈 我的爸妈 因为你钱赚多 我钱赚少 就产生冲突 其实不对的 我们二人成为一体之后 父母就是我们双方面共同 我们要一同尊重 不要再去分你跟我的 而是我们的 我们一起来做出合一的 你越懂得尊重你的配偶的家人 你配偶也越感恩 你们之间的关系就越好 而不是这边泛在那边 你的我的情况就分得那么清楚 我们完全反对 今天世俗上的一些价值观说 因为一个人钱赚得多 那个人声音就特别大 今天有的时候你发现到 在这个家庭里面 有的人他基本上在北美 收入非常好 家里面吃的住的穿的用的 哪一个不是我金钱赚来的 所以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全家人得配合着我 因为我是经济支持的主要供应者 所以我就有这个权利 这一套想法完全不合乎圣经真理 你今天能够赚比较多的钱 有比较多的能力 其实里面有多少上帝给你的恩典 我们基督徒是学习说 虽然我从经济的供应上 我是比较强的 但是我一点不敢骄傲 感恩 谦卑 然后将神所给我的 与我所爱的一同来分享 你先想想看 一个家庭用这样子的方式的寓作 整个家庭是如此何等的合物 他不是捧一个人 以一个人为主 这样的地方之下 而是大家都在这个家庭的温馨里面 共同享受 金钱透过这样的方式来预备 来运作 你为什么需要十分钱 让我们共同面对 二人成为一体 共同面对生命的每一步 你容许我提醒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在结婚的时候 在婚礼上 常常那个牧师都会问我们说 不论将来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健康也好 生病也好 富足也好 贫穷也好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你是否都爱祂到底永不改变呢 如果当年我们在基督台前 是这样讲的话 今天的每一天 就按着我们的诺言去实践吧 不必再分你跟我 愿意为对方的好处 附上更多的我们能够做到的 这是一件美事这件好事 何必要让对方 用收私房钱的方式 替自己留后 我们共同积极的正面 面对生命的每一天